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巴黎奥运会赛事 目前正如火如荼进行当中 那去到巴黎选手村的运动员们 个个都在积极备战 但是也有一些少数的运动员 可能趁着这个时候啊 他们会偷偷溜出去 溜出去干嘛呢 有人去约会 也因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巴西一队游泳队的情侣 他们就是在 没有经过国家队允许的情况下 擅自离队 离开选手村约会去了 这对情侣偷偷溜出去 那就算了 他们还高调在社交平台 晒出了他们在 埃菲尔铁塔前的合照 然后就引来一部分网民的批评 也因此惊动了巴西游泳队 发现了他们怎么溜出去了 结果就导致有一个人 遭到国家队除名 还被立刻遣送回国 那这对情侣啊 是22岁游泳的选手维埃拉 和同队的男友桑托斯 那巴西代表团证实 这名男队员啊 遭到警告处分 但是女队员呢 却以不尊重的方式 攻击国家游泳队委员会的决定 因此啊 被国家队下令除名 并遣返回国 那巴西游泳队的领队 奥苏卡就批评 两人出游的行为 十分不恰当 因为选手和代表团 是拿着纳税人的钱 到巴黎工作 而不是去游玩或者是度假 他认为选手啊 应该要为两亿名的纳税人效劳 那就在游泳项目那里 传出有运动员 偷偷溜出去 然后受到惩罚之后呢 那在男子个人花剑项目方面 香港剑神张家朗 击败了意大利新兴马奇 成功未免 然后再次为香港夺下金牌 可是意大利呢 就有一些网民认为 来自台北跟韩国的 两名亚洲裁判是偏袒张家朗 才让马奇丢失了金牌 所以啊 一些网民就涌到张家朗的IG 疯狂洗版 骂这个张家朗 偷了这面金牌 他们认为呢 马奇才是the real winner 才是真正的赢家 那就在大批意大利网民 出征张家朗社交媒体 香港网民也没有 进进步出声 而是采取反击护主 怎么个反击法呢 那网民呢 就在留言区 以凤梨披萨的字眼 贴图或者是符号 反抢意大利网民 那为什么是凤梨披萨呢 那大家都知道 披萨源自于意大利嘛 但是意大利人呢 就认为 披萨不应该配上凤梨 味道实在有点不伦不类 那结果香港的网民呢 就大赞 凤梨披萨非常好吃 试图要激怒意大利人 就这样 意大利和香港啊 就从奥运的赛场上 再转战到网上互相出征 有点让人始料未及啊 嗯 试图要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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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图要激态